然後它呢是防曬棒 它是長這樣子 然後塗出來可以抹的 然後其實我剛剛就是有試過在手上 然後我覺得超級舒服的 是給大家看一下 哈囉我是宇涵 今天是久違的Get Ready With Me 然後我原本只是想說要錄一整天的Vlog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因為我最近皮膚狀況還蠻好的 然後就蠻多人問我到底是用了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也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我的保養 還有我近期的上妝的產品跟步驟 就一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今天帶的引線鏡呢 是這個 就是最近還蠻多人問 那其實我就是一直從去年祈福利 就是剛進台灣之後 我就一直都是帶他們家引線鏡 然後我今天這個是新素子灰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覺得他們家以前都很自然 然後非常好戴 很舒服 就戴一整天都不會乾色 然後我戴的是日炮 那其他顏色我也都會戴 但是今天是戴的新素子灰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幾天就是要去居城市買祈福利的時候呢 然後就看到了這個 好像也是就是新的 就是居城市新出的 也是日本的 它叫做雷美日炮影星眼鏡 然後那時候看到覺得它的包裝就是還蠻有質感 然後它的影線鏡顏色也很美 然後我想說這就試試看 就是不要一直在起伏利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影線鏡裡面長這樣 就是很漂亮啊 很美 就是它戴起來是有一點點就是小混血的感覺 但是呢它真的很不舒服 它是日炮然後我戴一天 大概戴三四個小時 我就覺得很乾色很不舒服 就是我之後不會想要再買的影線鏡 但其實大家戴起來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如果你覺得它顏色很漂亮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我是真的覺得它顏色很美 然後可能就之後就是化妝 或是特殊的狀況的時候才會戴它 因為它平常戴一整天是真的蠻不舒服的 化妝水我最近都是用加丹尼爾的 脂脆導入保濕化妝水 它擠出來呢質地是就是比較稠一點點的 然後我都會擠兩下 眼部產品呢我就是用MOTE的這個 它算是睫毛增長然後也可以當成就是眼霜來使用 然後它的質地又非常的非常的清透的這種質地 然後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因為它是我真的用就是我用了這麼多的眼霜以來 它在我的眼下是最可以阻止我眼下乾燥 然後上妝也比較不會卡粉的眼下產品 所以我就一直都很喜歡用它 這個已經是我的第二條 然後已經準備要用完了 再來呢我就會上精華 那我最近呢都會使用這個 也是加丹尼爾的 積雪槽修復緊緻精脆 然後就會擠一下 加上一滴的克蘭絲的黃金雙積萃 其實我覺得它的名字有點難唸 然後我會早上的話都會用小滴的 混在一起然後上去 然後因為剛剛加丹尼爾的那個積雪槽的啊 它其實就是對於就是泛紅的肌膚 其實消除泛紅其實蠻好的 所以我早上就是都會用它 因為我上妝前就是洗完臉的時候都會很泛紅 然後擦了它之後再上妝就會比較 就是泛紅的感覺會比較消除一點 不用說很詞窮 然後我就會稍微就是順便按摩 霜的部分我早上都會分開用 早上啊我的T字我都會用這個是Della的這個 我之前有分享過但是我突然忘記它名字 它的很輕臭的霜 它其實算是我覺得它指定比較算是乳液狀的 然後它因為它有就是控油跟保濕效果 然後我的T字的話白天我都會使用這個 因為它控油效果還不錯 但是它也不會讓我的肌膚變乾 這樣上妝之後就是出油量也會減少 然後兩頰就是最近會比較容易乾的地方 我就會使用加丹尼爾的直萃亮白奇蹟霜 其實不一定啊我看心情就是有時候會用它們這個 這個亮白奇蹟霜 然後有時候是用這個我非常喜歡的 星葉球順效修復精華霜 這個我已經用了第二罐這個我也很喜歡 但我就是看當天心情要用奶油 就兩款我會交替著用 他們這個亮白奇蹟霜裡面是含有絞殺 所以其實保濕效果也不錯 但是呢它擦上去之後呢不會很黏 然後吸收的也很快 就是你看它這樣子其實已經是吸收的 然後不會有什麼黏膩感 就是很舒服 然後塗上去之後馬上就是有 我覺得它的質地有點就是會化成那種 比較厚一點的精華的感覺 就很舒服 早上用我覺得也不會太有負擔 防曬要用的是NIL的粉樣隔離水眼霜 也是我前面影片有分享過的 就是我最近啊它是粉紅色的 但是呢等一下我鼻上有個毛 就是它是粉紅色的 但是通常泛紅啊很容易泛紅的人 是不建議用什麼粉色的隔離啊 或是粉色就是偏粉一點的那種粉底 都不太建議使用 但是呢我用了這款的就是隔離啊 它也不會讓我的泛紅變得很嚴重 而且我最近就是只要素顏擦單擦它出門 都一定會被說欸這肌膚狀況很好 然後還有就是光澤很美 就是它擦上去會有一點淡淡的光澤 超美的然後它有SPF50加三顆星 所以就其實現在夏天使用也很夠 就是防曬加上隔離然後還有潤色的效果 而且它對於就是毛孔修飾的效果也是有的 就是淡淡的可以讓毛孔看起來就是甜品的感覺 然後上完之後的那個氣色也會比較好 而且它的保濕度也很夠 所以就其實也是可以當成那種妝淺保濕濕底乳的概念 接下來就是要遮我的黑眼圈 先黑眼圈先打個底 然後再用橘色的 黑眼圈橘色的遮瑕我都是用這個 Armani的遮瑕 然後我的這個色號是2號 就它橘色呢就是只有一個這麼橘的而已 所以就是只有這個顏色 然後我已經用到已經它快要空了 我從去年就用到現在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還不錯 就用在我很乾的眼下 也不太會卡粉 但當然就是你 當天如果比較沒有碎爆啊 皮膚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還是會卡 然後還有你妝前也要做好 保濕保養 然後我最近還發現了一個 很可以拿來遮我眼下的遮瑕 就是Catrice的這個遮瑕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亮眼水潤遮瑕液 它這個遮瑕液我之前都是拿來遮痘疤 然後我覺得它遮痘疤的時候就是 遮瑕度不錯 然後保濕度也不錯 但是呢我都沒有想說要把它拿來遮我的黑眼圈 因為我有一些眼圈下方就是很乾嘛 結果我前幾天就是把它拿來遮的時候 覺得它保濕度還不錯 就在我眼下也不會卡粉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找就是開架的眼下遮瑕 然後你眼下又是很乾的人的話呢 很推薦可以試試看 而且它這支又很便宜 這支是多少忘記 好像100粗而已吧 就價格超級便宜的 然後它色號還蠻多選擇的 然後今天的粉底液想用Bobbi Brown的 然後其實這個色號來說還是 就是有點太白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看心情我會加一點比較深的粉底 然後今天就是加一點 那我覺得它這款粉底其實單的很快 我都會先上一邊 然後把它推開之後再上另外一邊 然後有一些還想要疊加的地方 我就會用美妝蛋來疊加 蜜粉 我最近非常愛用Benefit這款蜜粉 然後它是這樣子的 蓋子是這樣 然後它後面呢 還有附一個刷子 但通常在家我都不太會用後面這個刷子 它這個刷子呢沒有說到很軟 但是呢也不會紮皮膚 但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毛質是很可以 把蜜粉鎖進毛孔裡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繞的時候很可以把蜜粉鎖進毛孔裡 然後我就會直接倒在它這個蓋子上 眼下蜜粉 再來就是眉毛 然後要用的是美咖的眉筆 它這好像是他們的防水的眉筆 防水防運的眉筆 這個其實是我就是 蠻久之前 跟他們合作的時候的其中一樣產品 但是那時候我的頭髮是比較深的 然後用這個整個 超級淺 因為這個顏色 看這包裝就知道這個顏色真的很淺 結果這幾天我發現 欸我的頭髮現在這個顏色 拿這個出來蠻剛好的 所以我最近都用這個上 而且它的筆心呢 是這種很細的 所以這其實也蠻好上 我覺得這蠻好用的 蠻好畫的 然後眉毛啊的邊邊我想要修的話 我都用這個 這個是NYX的Wonder Pencil 但是呢 其實我不太知道它到底是 就是 算是遮瑕 我看到了遮瑕 有看到了它是遮瑕 然後就是眼部的提亮 好今天才真的很仔細的看它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一打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就是一支遮瑕筆 所以我都把它拿來就是 遮我的 就是修飾 修改一下 我的眉型的時候拿來用 因為很方便 然後又細細的一支 就是筆狀的 所以你在那個勾了你的眉型的時候也很方便 再來就是染眉膏 接下來今天的眼影呢 我要用那時候我在韓國買的時候 非常喜歡的 Moonshot 他們家的 這個應該算是他們的 就是眼影蜜那種的 然後它打開之後是長這樣子 它的質地呢非常的特別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有看到嗎 就是很像 就是真的是很 很 很液體 然後就是稠稠的液體的感覺 我現在突然有點磁窮 無法形容 然後那時候還要買了另外一個顏色 是這個 這我也覺得超美這個綠 因為那時候想說買一個 比較日常可以用的 然後一個特殊一點的 當然就算買綠色啊 我常常買綠色的眼影的 然後我就會直接把它 上在眼皮上 我都用蓋子上面的 不要浪費 然後它上在眼皮上呢 也非常的好暈開 就是在它乾掉之前 它都非常好暈開 那我使用它 我就不會再另外用那個 那個 眼影打底膏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 其實就有點像是眼影打底膏 你後續想要再用眼影 眼影粉 眼影 一般的眼影 要疊加 其實都可以 然後它上上去一開始 會覺得有一點黏黏的 就是它還沒有乾之前 但是它乾掉之後呢 它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而且它一整天下來的持久度也超好的 好了那我這邊就算好了 我覺得它超美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再疊加的話 也可以繼續疊加 那我最近其實最常畫的就是 這個 這個眼影蜜 然後加上 一點點就是眼尾 深色加深 然後我就出滿了 就是非常的快速 那我眼影就是 加深的話呢 我要用的是這顆 這顆是韓國品牌的眼影 其實我現在不太知道它到底怎麼唸 然後這個顏色是E3 就是它是一個深深的咖啡色 然後它其實粉質還不錯 然後顯色度的話我覺得 就是你要稍微疊加一下 它一開始的顯色度沒有說非常非常好 但我覺得這樣子就是在疊加的時候也比較不容易 就是一下下手太重 它其實用就是眼影刷取粉的時候是很好取的 就是它的顯色度我覺得比用手指上來的好 我覺得 那眼皮的部分呢 就是眼尾稍微加深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是要一樣要用這個 他們家的非常有名的眼線膠筆 然後它是淺棕色 我想要把它加在我的眼下 眼後 然後試給大家看一下 它很滑順 超級無敵滑順的 就是在它乾掉之前呢 它非常好上色 那像我眼皮這麼油 我用它就等它乾掉之後 其實持久度也是有 但是沒有辦法到一整天都不暈 那我目前是只有把它用在下眼瞼後面過 那我覺得持久度還算不錯 就是以我這個油眼皮 然後夏天來講 還不錯 接下來呢我就會用這個 打亮的把它打亮在眼頭的地方 接下來就加睫毛 我會把所有我睫毛使用到的產品呢 都一起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因為實在是有點多想 因為我最近頭髮太筋了 所以呢 我頭髮就想要把它綁起來 所以臉上修容呢 就特別要做好 腮紅我要用我真的有一陣子沒有用 但是最近呢就是想要好好的把它拿出來用的 Burberry的腮紅 這顆腮紅真的超美 然後我真的非常喜歡它們腮紅的味道 我之前都是一直捨不得用 很少把它拿出來用 但最近覺得應該要把它拿出來好用起來 超美超美 打亮也是今天的重頭戲 我要用我的第一盤Ultra的打亮 是我前幾天呢去貴上買的 然後買的是這樣子 三個一顆的 三個一顆 三個一盒的 然後今天想要用這一顆 超美 然後我用的打亮刷呢 也是我非常喜歡拿來打亮的刷子 是這個 空山心語的 它是02號 然後它就是一個斜角這樣子 然後很蓬鬆 所以我都很喜歡把它拿來打亮 然後它刷打亮的那個效果我覺得也很不錯 好我要沾囉 不想笑喔 我要用這一顆還是這一顆啊 這個好了 我今天用這個 有嗎 這個 好美喔 它的光澤細緻度 真的是會讓人一直想要不停的疊加它 超美的 人生最重要的 眉毛羽衣 好啦那妝呢就是這樣子好了 然後呢今天就是晚上的時候 是跟我國中同學一起去吃飯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從韓國回來 他去韓國念書 然後就是從韓國回來幾天 所以呢 就是有請他幫我買一些東西 就現在跟大家小小的開箱一下 然後現在時間其實已經很晚了 十二點四十九 就是整個在外面聊非常久 然後請他幫我買了一些東西 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 就蠻重的 第一個是這個 這是 Duglab 我就是一直買想試的 這個毛孔隱形的 試底乳 就是妝前的 就我也都還沒有用過 然後用過之後 好用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 這個是 AHC的防曬 然後他其實很特別 就是他是 他是幫我買 就是他那時候去免稅店買的 就是三個妝的 就是買單個的話 就是有點麻煩 就不想麻煩他就是 東泡西泡 他在免稅店看到三個 我就請他幫我買三個 然後他呢是防曬棒 他是長這樣子 然後塗出來可以抹的 然後其實我剛剛就是有試過 在手上 然後我覺得超級舒服的 試給大家看一下 他像塗上去啊 然後根本就沒有東西 有看到嗎 就是感覺很像沒有塗東西 然後一開始塗上去 會有點畫畫的 然後完全不會黏 很舒服 然後有一股柑橘味 然後剛剛我就 就是因為我有三個 然後就拿出來就是給 給我朋友試了一下 就說很舒服 我說你要不要賣你一個 因為有三個真的超多的 這個很可愛 我還沒有用到臉上 在臉上之後 我就好用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而且他在免稅店 幫我買三個的組合 是36美金 就是一個大概360左右台幣 然後這樣子 買起來還比較划算 因為他後來有去 就是官網幫我看 就是一個在賣的價格 還比 就是三個買起來 平均起來還要貴 所以買三個其實是比較划算 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分 或是就是賣給別人 我剛剛就是把一個賣給我朋友 而且我朋友也覺得他質地還不錯 非常感謝我朋友幫我買 然後還有我超期待的 是Lush的面膜 然後我請他幫我買了 兩個 不一樣的 這個呢是我之前 就是去韓國的時候 就有買過的 這個是玫瑰什麼 就是它是保濕的 它真的很舒服 很保濕 然後很香 它裡面長這樣 我上次去韓國買了一個之後呢 就一直對它念念不忘 可是它這個就是 它們是新鮮的面膜 所以它一個月之內 它就是有期限 這個是 它後面都有寫 像我這個就是 7月2號 喔看到了 7月30號 要用完 然後它是7月2號製造的 就是它的期限都很短 然後這是要放冰箱 可是 它不知道要放冰箱 所以呢 它沒有放冰箱結果 它就是有點流出來 喔然後這個呢 是蒜的 它是敷痘痘的 我等一下要趕快把它放冰箱 因為 它這個流出來 我的袋子裡面 滴了 喔 又滴又滴 真是不敢把它打開的 就它整個滴了 我袋子裡面的東西 到處都是 所以這個面膜買 就是記得一定要放冰箱 還有 最後這兩個 喔 現在這裡面的東西 都有一股臭臭酸酸 酸掉的味道 超臭的 就是那個面膜 但是面膜聞起來 是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趕快把它冰冰箱 然後它都是就是 就是小小一個這樣 可以每天用的 然後這個呢 是 也是我很期待 就是 突然叫它幫我補賣的東西 是 這個是他們送的 面膜 Moonshot的面膜 然後呢 又是一款 Moonshot 的氣墊 哇 這次就是 它這個是今年 夏天新出的氣墊 然後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想要把前面這個 撕開 所以我從後面開 這也是他們新出的 就是說比較適合夏天 我看網網上面寫說是 比較適合夏天的 然後它外面的包裝長這樣 好美喔 我 大家應該有看過 就是我前 前面幾個影片 有一個就是 Moonshot的氣墊的 實測 然後那個氣墊 就是其實讓我有點失望 然後希望這個氣墊 可以好用一點 然後它的粉撲一樣紫色的 好可愛喔 現在手有點髒 就不想 不想好得碰它 滿美的 我很期待它 好不好用 而且它這個包裝好美喔 就是一個 星空 神秘感 很美 然後還有一個是 也是他們新出的 唇彩 哇這個包裝也超美的 大家看一下 好美超美的 其實我很想要就是 買他們家很多東西 他們家的東西都 做得很有質感 登登 然後 我先來試一下好了 所以大家看 其實現在就整個超累的 很想睡覺 但是還是好想試試看 大家拿出來的 是這樣 它好像就塗開之後啊 可以把它抿開 它就會變得是那種 就是等它乾掉之後 會變得是比較持久的那種 質地 霧面的 其實它有一款 就是很紅的顏色 我很想買 但是那個顏色就是 很常會買的那種乾燥玫瑰 所以就可能一個人 有十幾支那種乾燥玫瑰 顏色 然後想說買一個比較橘一點的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耶 就是可能油要稍微吸一下 我覺得蠻好看的 它一開始塗出來的時候 是很水的 剛剛拿出來是很水的 然後把它抹開之後 它現在乾掉 它整個是霧面的 然後完全不會黏 這樣就是變得霧面的 我覺得蠻美的耶 然後它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很像水果的味道 但是不是那種 很濃的那種糖漿味 因為韓國很多唇材 都是那種很濃的糖漿味 但是不會 這個還不錯耶 不知道它的持久度如何 之後用了會再跟大家分享 不過它現在這個質地 還不錯 我會蠻想要買它其他顏色 蠻美的 好啦那韓國的小小開箱 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集中 下集中 下集中